秋冬季节新庄心态综合医院很贴心 配合政府接种疫苗 特别推出一项免收挂号费的服务措施 另外也呼吁只要是符合公费接种流感的民众 尽快的完成疫苗接种 秋冬季节到流感即将进入高峰期 对此疾管署在数号已经对外公告 今年流感疫苗正式开打的讯息了 然而社区医院也就是位在新疏路上的 这下心态综合医院很贴心 因为院方特别推出这项免收挂号费的服务措施 就是要跟政府一起来关心民众的健康 秋冬季节是我们流行性感冒耗发的季节 那目前我们社区医院为了所有民众的健康 那我们院长郭明隆院长也特别指示 在这耗发的季节我们要照顾我们的里民健康 所以10月15号我们的流感注射疫苗开始开打 那在开打的状况下 我们免收挂号费 希望里民共同响应政府政策 接受流感疫苗施打 根据医学部张玉贤主任表示 接种流感疫苗后大约有一年保护的效力 例如健康成年人约有七到九成的效果 要是对老年人来说 方可减少五到六成并发症的发生 并可降低八成的死亡率 相对健康也就多一成的保护力 这样才能够远离死神的威胁 至于哪些人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对象的资格呢 资格是50岁以上的民众 那重大伤病或者是孕妇 以及BMI大于30以上 或者是特殊的一些幼儿托育的一个工作人员 大概都符合我们的资格 那到院注射的时候提醒民众记得 携带健保卡、重大伤病卡以及孕妇手册或相关证明 院方再度提醒 凡是符合接种疫苗的民众 请记得携带健保卡等相关证件前往接种 此外未符合公费接种资格 18岁以上、50岁以下的一般成年人 也可以致费施打疫苗 如同先行未置身买保险一样 希望都能够加强预防重视的观念 同时也呼吁民众 应在流感高峰来临之前 尽快完成疫苗的接种 让心态医院成为您健康的最佳守护神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道